一行赚钱一行花一分别想带回家 真的是现在整个大环境大家也都很清楚 但是呢因为自己喜欢 今天呢我们还是要来提一台驾驶派的长测车 那就是自己的LS7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我们订的这台车 它是一台必沙罗白外观的后驱 续航为602公里的这么一台 其实也是属于它的一个中低配置 真的是中低配置 我们没有去选择它的四驱版本 选择的是它一个单电机的后驱版本 购买它的总花费呢是332688元 就真的是一大笔钱就又这样的花掉了 但是呢为什么会购买这台车 我还是要说明一下 是因为2022年我当时拍了一条视频 也就是这台自己LS7的首发静态品件 然后我当时说了一句 这是我在整个2022年拍过的 我个人最喜欢的一台车 然后当时呢因为我发过视频号 上面就是就是我迄今为止 视频号流量最高的一条视频 他们说你说的倒是好 那你买呀 这不买它 好 谢谢 好 谢谢啊 因为我个人呢也是第一次来到自己的体验级交付中心 这个我真的就没见过这么大的这个交付中心 当然呢其实今天因为是周末 所以自己告诉我说就只有我一台车在进行交付 但是在工作日的时候看到了吗 我身边的这些工位其实都有可能是挺满了车的 然后整个这个交付中心呢为了周末我们这唯一一台车的交付呢 也是给我们专门布置了一下 我还说哎呀好有心啊 因为呢驾驶派呢我们的这个品牌色就是橙色 我说是因为你知道我们的品牌色是橙色吗 哦他说不是的 他说是因为自己自己的这个品牌色也是橙色 所以说呢就会看到有黑白色的气球 还有橙色的气球 还有这么一个橙色的这个恭喜 我们提车的这么一个板子也是做的非常的有这种仪式感 因为我也问了一下 自从自己LS7开启交付以后 成都是已经到我这儿基本上已经交付了大概400名的这个成都车主了 然后我也问了他整个就是成都人是谁在买这台车啊 他其实画像非常的有意思 就是他会比传统的那些豪华品牌和合资品牌的新能源用户的年纪要偏年轻 但是呢又要比购买这个魏小李的用户 尤其是魏来和小鹏的用户又要年纪稍微大一些 然后呢受教育的程度相对比较高 有教授和医生 然后还有就像我这样的媒体人也是有 所以说呢就是可以大概勾勒出 就是购买这台自己LS7的成都车主 基本上是属于比较标准的 有稳定收入的 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成都小中产们 在交付中心呢 我还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这个家用的充电桩 我觉得它的样式非常的得合我心意啊 就是很简洁 然后也采用了一个双色的设计 这种设计就是在目前市面上充电桩其实是不常见的 因为有这个橙色的元素 我还蛮喜欢的 我就随口问了一句 结果呢我才知道 除了最早那些盲定的用户是送充电桩之外呢 像我这种是已经发布了之后才进行订购的 我是不送这个充电桩的 然后这个充电桩自行购买的价格是6999元 真的觉得很心痛 早知道就应该盲定来买了 相当于说是就在这儿 它专门有一个卡手的位置的 然后因为你正常这样握 它姿势是不正确的 所以说就是设计就确实还需要适应 但是设计其实还是比较人性化的 降了 然后这是双平升降 然后这个就是单平升降 看到没 然后这个是双平一起升降 它全部都降下来的话 它的整个的视野会好很多 明显这个地方就基本上是平的 也没有方向盘遮挡 这确实是市面上最好的一个视野 我们来演示一下这个零重力的座椅 因为我还没有体验过量产版本的呢 好的 那这边的话咱已经说一下 在我们扶手旁边就可以进行一些操作了 它这个过程会稍微慢一些 就为了确保什么呢 万一有小孩呀 以及这些这个我们的人体 可能会挤到 对 没有手套箱 它就是这个原因 它是整个座椅缩进去的 哎呀 比我体验的那个快多了 我那个 我都觉得 是坏了吗 怎么不动啊 哦 然后又动了 那这是好了 它有一声钉的声音 那个其实就是整个智己 LST的零重力座椅 我是体验过的 但是回去之后呢 其实还是有一些 网友问过我一个问题 说你降下去了以后 后排的安全带 是不是就勒脖子了 我当时我有点 我忘记了这个问题 你看我现在躺在这 我当时觉得解决方式 一定是安全带绑在座椅上 这是一个非常耗费成本的解决方案 因为只有在非常高端的MPV上面 在第二排的座位 才会采取这样的一个形式 也就是说 你无论是采取什么样的坐姿 然后都能够保证 你的身体是被牢牢地 绑在这个座椅上的 而那些如果安全带 是放在车身上面的话 那种是一定会拉到脖子的 所以这个是 LST在这套零重力座椅上 真的是下了功夫的 很多人也都会问到我们 为什么在今年其实形式 还是比较困难的情况下 还是去买这么一台 其实也比较贵的一台长测车 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 就是真的是因为我喜欢 毕竟是在这个整个车市中 这么多新车里面 能够找到一台 令自己怦然心动的车 已经非常非常的难得了 首先就是说 整个外观我是觉得 是很符合我个人的审美的 就是比较简约 然后又有很多细节 其次就是它身上有很多 你一坐进去就能打动你的点 就像是它的半幅的方向盘 就像是它的这种 非常通透的前挡风的玻璃 还有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它会并不是像 其他车那样子说 我照顾车上的每一个座位 而是真的把非常多的高档的配置 给予了第二排的右方的这个座位 这种都是一种态度的呈现 而恰巧自己LS7的这些态度 它就把我给打动了 然后呢 所以说就是在今年的7月的第一天 提到了这么一款 自己喜欢了大概半年多的车型 我的内心还是非常的激动和开心的 然后这么一台车型 究竟是它在日常使用当中 尤其是几个点嘛 一个是它是一台后驱车 然后呢 也是听说它的动态 像它的外观一样给力 而我其实还从来没有开过 对于它的动态表现 我自然是非常期待的 还有呢 就是它的602公里标定的这个续航 究竟表现怎么样呢 还有就是关于它这个 这么大的一个这个窗户 它会不会很晒呢 还有就是关于它的半幅方向盘 究竟好不好用呢 这些问题的答案在接下来我们的这个 长测的这个过程当中 都会给大家一个答案 好了 这就是我今天简单的提车作业 如果你还有关于自己LS7 有什么疑问 想要问我们 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